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午安 我是华信投顾萧春老师 今天是5月12号礼拜五号 台北股市呢 在昨天占上了万点 那我们看到收盘也在万点 不过呢 今天整个盘到目前为止 他是小跌了14点左右 那当然涨多呢 这地方稍微有一点点的区间 我觉得这是合理的现象 不过呢 这个盘来到万点的时候 我敢说这一波很多投资朋友 没有什么兴奋的感觉 因为呢 台北股市呢 在这波整个万点的走势里面 他就以三档股票为主 大家都知道台积电 鸿海跟大力光 可是呢 能够有这三档股票的投资 并不多 因为一般投资朋友 大部分都是做一些 比较属于中小型的个股 所以呢 中小型的股票呢 反而在这波上万点的时候呢 他压力更重 所以会造成很多投资朋友 在这个时间点呢 持股呢 看到指数在涨 为什么股票都没有动 好 那到底台北股市呢 来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后面的行情该怎么去规划 到底呢 一些比较弱势的个股 这地方有没有机会 来到万点之后呢 他有机会呢 这地方啊 出现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攻击 好 那我们先跟各位讲答案 我是建议啦 投资朋友在这个万点之际啊 那目前的这种区间盘局里面啊 尽量还是把持股呢 稍微去做一个调整 因为我认为呢 台北股市的高点 就在这附近左右啊 为什么说高点在这附近左右 因为台北股市如果说要说 压力比较重的时间点呢 照理说他应该会落在 下个礼拜三左右 也就是在台子期结算的一个附近 为什么 因为外资买了那么多 当台子期在结算的时候 你认为这个时间点 他在一直去拉大力光 拉鸿海拉台积电 我认为机率不大 因为呢毕竟有些股票涨多之后 他一定会休息 所以呢 要预防外资在下个礼拜的期货结算 会不会有一些获利调节的一个动作 当这个获利的调节动作一出来的话 那当然对于一些中小型的个股呢 他的压力就会更重 我们现在开始来去做举例 我们仔细来看 以大盘走势来看 因为台北股市呢 昨天上万点 今天稍微有一些些整理 我说这是合理的现象 可是呢这个整理的走势呢 高点呢会在下个礼拜三呢 就会维持在万点附近呢 来回去走区间 来回去走区间 但是这个区间盘要预防 就是期货结算的压力会不会加重 那以台北股市一个比较属于那种 短多的支撑来看的话 前低也就是在5月5号这个地方啊 9899点这个位置 千万不可以再跌破 如果说这个地方跌破的话 势必台北股市呢 会有机会呢 去破月线 再去做一个回撤的一个动作 如果台北股市呢 万点没站稳 又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区间的话 那对中小型的个股 会相对比较不利 而且呢 当台北股市这波的上攻之后 你从KD指标来看 前一波的上攻 然后呢KD指标比较高 这波的上攻 KD指标呢 已经没有再创高了 这在技术面里面 它叫做一个 背离的一个现象 所以呢 当背离出来之后呢 到下个礼拜 要特别注意 这地方呢 千万不要随便去乱追高 好 那到底这个盘呢 个股的操作该怎么去做 我们就直接来看 因为如果说 从个股的角度里面 我们会发现到 这波呢 很多投资朋友 去买了其他的一些 中低价的个股 或者中小型的股票 到现在为止 几乎都逃不到平 我们比方来说 比方说像友达 友达的走势呢 在最近的走势里面 几乎都可以说 是创今年以来的一个低点 有没有 那如果说你今天 在高点呢 12块13块去买友达的 到现在为止呢 都在等解套 好 再举个例子来讲 像今天啊 卖压比较重一点点的 是在华硕哈 华硕的股价呢 在今天一跌下来的时候呢 他也是创三月份 以来的低点 那你就会发现到啊 这些股票到这个时间点 他根本没有跟上 万点的脚步 更不用说 其他一些OTC的股票 比方说 352的同志 到今天为止呢 整个股价呢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动 而且呢 股价如果说 再上不去的话 再稍微 有一点点的压力的话 反而这类型的股票呢 还有在创波 波段低点的可能 比方说 像是最近啊 有些个股中小型的股票 像2488的汉平 股价上工之后呢 到今天为止 持续在走低 你买在这个地方呢 到现在为止呢 将近套牢的程度 已经将近两成了 再仔细来看 2464的盟利 也是一样 到现在为止呢 都是持续在走低 好 所以呢 这些股票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一些比较属于 偏中低价的一些个股呢 到这个时间点 他的一个弱势的表现 他并没有改变 但是你会说 老师那到底这个盘 我现在怎么去切入到多方的一个操作 举个例子来讲 之前呢 我们在4月底的时候 跟大家预告什么 游戏软体的股票 比方说 4月底的时候 网融的位置在这地方 你会发现 他就是先走一个波段 有没有 再举个来说 比方说5478的置冠 当初呢 也是在差不多 4月底 5月初的时候 这一波呢 到目前为止 你都会发现到 到昨天都还在创新高 好 但是呢 这些股票 我们在高档的时候 我们有获利 去做调节的动作 然后呢 我们把资金移转到哪里 各位仔细来看 像1536的核大 当初第一根起涨的时候呢 这地方我们就进涨去买 到今天核大的股价 继续再往上攻 所以你就会发现啊 这些比较属于整理低 位阶的股票 在这个时间点 他慢慢的去走出他自己的路 所以你要去买股票呢 你最起码 要去掌握什么 股价已经经过打底了 真的是已经出现落底了 而不是还在探底的股票 这样子你的个股呢 才有机会 比较明显的一个 波段性的一个公式 所以呢 这是目前在整个多空操作里面 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地方啊 有些个股的位置就不一样 所以呢 多空的一个走势呢 他也会不同 所以如果说到这个时间 你不了解你手上的股票 到目前为止 他是属于多还是空 那到底该怎么样去调整 手上的个股呢 不了解的 你打电话进来 我再来给你一个 比较中肯的一个建议 那至于资金比较小的 我是建议各位 你利用全震的一个操作呢 他可以帮你的反败为胜 我举个例子来讲 金融一档全震 这个地方啊 已经开始了从低档 已经从低档的时候呢 开始了今天冲高 现在目前涨了两成 好像目前涨了两成 这档是6451 讯新的一个全震 你从6451讯新来看 你会发现到 这类型的个股呢 到目前为止 他的股价 你注意看 他的股价是在低档位置区 那你低档位置区的时候呢 反而有些个股呢 这就让他跌不下去了 跌不下去到反弹的机会就比较大 但是呢 如果说你今天去买一张 讯新的话 你大概要10万块 那你10万块 你说老师 我现在资金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说嘛 这个时间点呢 你不妨 去掌握全震的操作 今天你去买一档 原大69 讯新的全震的话 到现在为止 你买一张 各位你买一张 现在的价位 差不多在0.58左右 那找盘的时候呢 我们在低档的时候去买进 买进完之后呢 现在已经开始冲高了 那你买一张大概是500块左右 所以你会发现到 当全震的一个操作 你可以用小的资金 去赚取更大的空间 因为 现在这档全震的涨了两成 可是讯新的股价涨5% 你就会发现到 当整个个股 跟全震的一个比对来看的话 全震用的资金小 但是他的%数呢 将近是现股里面的 4倍到5倍左右 所以呢当你去掌握 这样的一个全震的一个操作 才能够利用他的一个 一个陈述跟倍数啊 帮你把失去的 把它赚回来 那当然 如果对于全震 不是非常了解的话 没有关系 欢迎你 这地方啊 跟着我们边学边做 边做边学 好吧 那如果说有任何的需要 欢迎各位 打个电话进来 那我很欢迎 各位呢 这地方很乐意的 帮各位去做服务 我们今天讲解到这里 礼拜一见 拜拜 本公司以望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判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